大家好,我是清风乍旗,就等你了 今天介绍美食第一神剧《孤独的美食家》第十季第六集 这天武郎来到了齐富县夏吕市 他已经不记得上次来夏吕温泉是什么时候了 所以决定工作结束去泡一泡温泉 武郎这么瘦,真怕他泡着泡着浮起来 走过一条花团紧促的小径 他来到了一所中学 女校长是他的小学同学 自从上次同学会后,两人已经25年没见面了 这次女校长邀请武郎来做演讲 武郎本不喜欢上台 但老同学开口就另当别论了 毕竟老同学当年可是他们的班长 武郎可崇拜了,甚至有一点暗恋 女校长说现在各种信息 孩子们都能在网上查到 但她还是觉得面对面 听专业人士分享才更重要 武郎说,你很有校长风范啊 非常愿意为您效劳 学生们正在看武郎的海报 看到武郎后围了过来 叽叽喳喳的说,个子好高啊 这是走遍世界的那个大叔吗 校长忙让孩子们进去 而武郎过去看那张海报 见自己的卡通画像很萌很可爱 就是嘴唇也太鲜艳了 就要给孩子们演讲了 武郎感觉还是挺紧张的 镜头一转 回到了六年级的时候 小伙伴们放学后都跑去打棒球 招呼武郎一起去 那时候的武郎高出同龄人两个头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复读了好几年呢 武郎收拾东西刚要走 漂亮女班长突然站起来说 景之头刚才谢谢你 武郎猛然从回忆中惊醒 因为现在女班长又跟他说 景之头谢谢你 美好时光重现了 武郎说现在的孩子什么都懂 我那时候成天就想着吃饭 女班长笑着说 中午吃营养午餐的时候 武郎每次都续玩 说还是老同学感情真挚 两人静静的望着窗外 就像青春年少时的样子 告别老同学出来 哪知从紧张中解脱出来 松了一口气后 武郎突然就饿了 必须赶紧吃饭 立刻马上 这位同学你也跟武郎一个习惯吗 然后武郎就戴上小口罩 大不留心的去找好吃的了 他穿过一片田野 一路朝车站走去 下一站就是夏旅温泉站 那里一定有好吃的 哪知他走到上旅车站发现 最近一班电车要等到一个半小时后了 一个半小时都够武郎饿死十次了 所以他只能在附近寻找吃饭的地方了 他一路走在冷清的路上 怀疑这地方会不会有饭馆 他寻寻觅觅的走进了住宅区 他左顾右盼的 突然看到马路对面 有一家大众池塘 武郎振臂高呼 无命活矣 他立刻冲到对面 看到大钞牌上写着 大安的滋味猪酱烧 夏旅明菜鸡酱烧 而且米饭可以免费续碗 武郎没吃过什么猪酱鸡酱的 所以他满怀期待的走进店去 店里宽敞明亮又整洁 店员热情照顾他随便做 此时有客人点了猪酱烧乌冬面 加生鸡蛋 武郎完全不懂猪酱烧乌冬面 是什么样子的 他抬头看墙上菜单 发现有套餐 有牛羊肉 还有古尊鱼 还有未曾猪排 他超级小菜单 看到有加点乌冬面 加点炒面选项 他奇怪 这是要加在什么里面的 他看到桌子上有个瓦斯炉 琢磨着可能是用来煮小火锅用的 此时客人点的鸡酱烧上桌了 满满一大锅 武郎瞪大眼睛张望 原来不是火锅 是半炒料理 于是武郎也想点这个吃 但他犹豫是选鸡酱烧 还是猪酱烧 他喊了店员 问能不能把猪肉和鸡肉 做成一份 店员说可以 说猪肉和鸡肉 可以放在同一锅里分开炒 也可以炒在一起 问武郎要哪种 武郎说要分开炒的 并且要了套餐 此时旁边客人点的 猪酱烧乌冬面做好了 店员说肉还没完全炒熟 让客人再稍微炒一下 武郎才明白 加点乌冬面 就是往猪酱烧里加面条的意思 就见几位店员在厨房忙碌着 先将肉和蔬菜炒一下 炒到半熟 很快武郎点的鸡酱烧 和猪酱烧混合拼盘端了上来 满满一平底锅 猪肉和鸡肉果然被分成两部分 套餐里还有米饭 味噌汤 以及腌萝卜和凉拌豆腐 店员说肉已经差不多熟了 还有一点生的地方 需要再翻炒一下 武郎忙用筷子 将鸡肉和猪肉一通翻炒 武郎忙将口罩摘掉 尽情呼吸酱香和肉香 味噌酱炒后的味道太美妙了 那个猪酱烧超级下饭 五花肉看着就有人 酱光闪闪的 武郎赶紧夹起一片厚厚的五花肉和圆白菜 送进嘴里嚼起来 五花肉太香了 混合着味噌酱的香气更加可口 滋润着贪婪的味蕾 他又夹起一片厚厚的猪肉 送进嘴里嚼 扎扎实实 口感一流 甜甜咸咸的味噌酱 让口感变得更加生动起来 然后他就又盯上了西半球的鸡酱烧了 大块紧实的鸡肉 裹满味噌酱 诱惑力十足 他夹起一大块鸡肉送进嘴里咀嚼 肉质紧实又嚼劲 土鸡的香气徐徐飘散 武郎很满意这鸡肉的滋味 他一口口的吃着猪酱烧和鸡酱烧 吃得不亦乐乎 好吃到都忘记配米饭了 赶紧端起米饭碗来 吃几口喷香大米饭 一口米饭一口肉的吃着 他感觉味噌口味 可以说是日本人的心灵故乡了 这样美妙的味噌味的鸡肉和猪肉 他能吃到地老天荒 再端起味噌汤来喝一口 双酱组合更加浓香 接着武郎在凉拌木棉豆腐上 淋上酱油吃 豆腐酱油和味噌都是大豆制品 日本人可真爱吃大豆 再吃一口腌萝卜 咔咔作响 鱼饮清脆 旁边的一家三口 再吃着加乌冬面和炒面的鸡肉酱和猪肉酱 看起来很不错 另一个小伙竟然还把蛋液浇进去 再撒上辣椒粉 武郎顿时领悟了 立刻跟店员要了个生鸡蛋 并在他的锅里撒上辣椒粉 如此吃起来 肯定是增加了刺激感 味噌和辣椒的组合堪称完美 一会儿功夫 店员端来了生鸡蛋 武郎用筷子搅拌均匀 但并没有淋在锅里 而是将猪肉夹起来占了蛋液吃 这种受洗烧的吃法 把武郎吃美了 忙又夹起鸡肉 占了蛋液吃 他很喜欢这一口 小饭馆里迎来送往的 武郎吃得很happy 而武郎又别出心裁了 将平底锅端起来 将里面的鸡肉猪肉和圆白菜 都扒了进米饭碗里 再将鸡蛋液淋进去 制作成他心爱的盖饭 武郎不管吃什么 吃到最后都是盖饭 他端起碗来 开始往嘴里扒了盖饭 这盖饭的味道 他很得意 一口口吃得贼开心 吃完后喝一口水 这顿饭总算 还没吃饱 他抄起菜单 又点了个羊肉加炒面 鸡肉猪肉和羊肉 武郎叔可能在肚子里 开了个农场 他看到旁边刚来的客人 点了个牛酱烧 他也想尝尝牛酱烧 但性命要紧 还是适可而止吧 否则撑死了很丢人的 很快羊肉炒面就端了上来 面条和羊肉搅拌在一起 粘稠油亮 浓郁的酱汁分外给力 武郎赶紧夹起一块羊肉 送进嘴里嚼 实在太鲜了 那是羊肉与众不同的味道 接着他将面条 加到碗中开吃 浸满了羊肉汤汁的面条 同样鲜得很 每一口都特别给力 他从没吃过这种炒面 吃完一碗 又加了一碗 吃得爽极了 每一口都是极致享受 这样的羊肉炒面 我能吃两锅 你能吃几锅 用平底锅炒出来的羊肉炒面 热热乎乎 香飘四溢 有独一无二的美味 武郎正吃得酣畅淋漓呢 突然看到了厨柜里的凉菜 于是过去 让店员再给他盛一碗米饭 又从厨柜里拿了个泡菜 然后将泡菜都倒进了 装了米饭和羊肉炒面的碗中 做成一碗超级盖饭 美食的尽头果然是盖饭 然后武郎开启了 风卷残云 云淡风清 清风乍起模式 端起碗来不停往嘴里输送 羊肉配泡菜 好吃又清爽 面条配米饭 碳水大连欢 武郎吃得动力十足 后劲满满 很快这一碗合体盖饭 就进了他的肚子 吃完后喝一口水 这顿饭总算圆满了 晚上武郎去泡了夏旅温泉 小日子过得美滋滋啊 脑袋上顶着一块白毛巾 可能就因为这块白毛巾 他才没浮起来 之后原著漫画作者九助叔 也来这里探店 他拿了个水煮墨鱼 淋上酱油开吃 Q弹有嚼劲 味道很不错 接着店员 端来了后烧蛋和卤茄子 这道菜看上去还挺漂亮的 九助叔吃了一口蛋 蛋香满满他很满意 接着他还点了个 用盘子装的炒面 这炒面的卖相很诱人 热气腾腾 香味生腾 九助叔赶紧夹了一块子吃 顿时赞不绝口 酱汁浓郁 滋味美妙 正是他喜欢的味道 端起啤酒来喝一口 简直爽得不得了 九助叔吃得很开心 本集中 好了我要去吃饭了 点赞留言就是对我的支持 古朵白下次见有猴